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回到座位的汤维 认真地对雷佳音说了句对不住 不过雷佳音仍然没有罢休的意思 坐在一旁的汤维 因为自责个难过 忍不住泪风了 看到汤维哭了 雷佳音有点不相信 半开玩笑的说 哥 你这戏挺好 挺像样的 今天 主持人为了提醒他 你能不能有点身世风度 汤维 擦了擦眼泪 表示自己最不喜欢的就是 雷佳音无论高度高兴都不向别人表达 现在终于说出来 所以自己有些激动 情绪起伏比较大 不过汤维说完后 申请离开镜头 说自己要去哭一分钟 雷佳音把问 不至于吧 真的呀 主持人这个事时候再次提醒雷佳音 你不要去安慰一下吗 低个纸巾什么的 雷佳音头都没回的表示 我安慰啥啊 不至于这样 艺术家有时候都喜欢这样 哭完不就回来了吗 这段采访结束后 不少网友吐槽表示雷佳音表现得太直男了 毕竟将汤维胜利隐私拿到台面上讲 真的挺让人尴尬的 尤其是汤维走的 还是女神路线 不过也有人认为 不必上高上线 汤维本身确实是一位比较情绪化的艺人 只不过借着雷佳音说的发现了一下情绪 两人就是日常户堆搞笑 私下关系好才敢这么说话 雷佳音应该是不太了解女孩子的情 续点 雷佳音应该是毕竟的发现了 还有刚才是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